韩国大导演李俊逸的一大特点是画面考究 看过溯源、亡的男人、思道的影迷朋友都深有体会 这位曾经创造韩国票房历史记录的大导演 在今年三月尾又推出一部历史大片《资山渔谱》 上映第一周立刻占据韩国票房第一的位置 同时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度 豆瓣评分8.5 说明影片特别 同样获得中国影迷的认可 老烧看过影片后暗自窥探 126分钟的影片每一帧都极尽精致 同时讲述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 解析深度分享经典 欢迎收看老烧说电影 1801年正是清王朝的嘉庆年间 也是番暑国朝鲜王朝正祖时代 李军义的另一部影片《思道》就是讲述朝鲜君王正祖理算的故事 此时丁若全兄弟是被正祖极为器重的大臣 不过正祖严肃地警告丁若全 虽然我喜欢你们兄弟 但两班大臣非常反感你们宣扬西学 更视天主教徒为异类 你们还是小心为妙 影片开场给出了时代大背景 西学东建的初期 当时的清王朝刚刚经过康乾盛世 对西学持一种蔑视的态度 反而存在于对清朝媚大状态下的日本朝鲜 一些有志之士敏感地遇见到西学的重要性 以才学名贯全国的丁若全五兄弟中 更是有三人受洗加入了天主教 正祖的训诫不幸言重 当年正祖去世 幼子李红即位为淳祖 真纯王后垂帘听政 开始排斥西学 禁止并清除邪教天主教会 三百多人被处死 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心有邪欲 丁氏三兄弟因此入狱 丁若忠拒绝放弃信仰 被斩首殉教 若全若庸宣誓弃教 被判处流放 流放途中 若全教导弟弟说 忍辱而活支撑下去 就是为了挽回逝者的名声 行至齐路 若全送给弟弟一首告别诗 道尽手足相别的心酸 矛垫小灯轻欲灭 启示明星惨将别 默默黑黑两无言 强欲转头成无也 一路的山光水色 使若全郁闷的心情得到很多疏解 人物山水 画面颇有笔墨神韵 若全被发配到边远的黑山岛 岛上驻守的官弦是别将 别将象征性地迎接一下 将他安排住到有乡房的寡妇 可居嫂家里 可居嫂嘴上很不满意 我一个女人家出点事怎么办 别将的小眼睛盯了可居嫂半天 还能出啥事 虽然别将警告大家 若全是朝廷的重犯 但朴实的岛民 还是将他看作是远方来的客人 若全第一次吃到无比新鲜的生鱼片 赞叹不已 岛上最能捕鱼的 是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年轻人昌大 昌大不仅能捕鱼 也和岛上识字的人 学习了签字文明心宝剑 昌大学习的内容 也说明他没有经过系统的 金石子鸡的研习 昌大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呢 因为他是一个两班大臣的私生子 他必须得到父亲的认可 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改变命运 这里涉及到朝鲜王朝 实行几百年的数捏禁锢法 父亲身为贵族士大夫 树出子女却是贱民身份 若全发现可居嫂愤怒地 拔掉地里的一棵松树苗 经过询问才知道 即使一棵松树小苗 官府也要征税 岛上虽然物产丰富 百姓却生活困苦 若全将所见所闻 记录在他的著述 松正思义中 因为昌大经常给可居嫂送鱼 若全主动提出要为他传授学问 但昌大非常嫌弃地说 你虽然很有学问 但你是邪教罪人 我怕被传染 直到有一天 昌大为村里人打抱不平 顶撞了别将 挨了板子后被关进了班房 若全前来求情 别将居高临下态度傲慢 当若全慢悠悠地说出 你的上级总督和我有很深的交情 别将立刻吩咐安排酒席 将若全请到了上座 能够正常交流后 若全惊奇地发现 昌大对海里的产物非常精通 也难怪他是捕鱼能手 因为当时的朝鲜 还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海产资源 崇尚西学的若全心有所动 面对若全的惊奇 昌大甚至还说出了一句名言 红鱼要走的路 只有红鱼知道 于是若全提出 作为知识交换 昌大为他讲解海产品 若全为昌大传授正统的 儒学经典四书五经 昌大领略到圣学的高深 当即行了叩拜之礼 影片也通过两个人的学习过程 传达了西学思想启蒙 与固守传统儒学之间的矛盾 昌大一直刻苦背诵 而若全永远在提问 昌大称怪老师 你好歹也是士大夫 下海捕鱼成何体统 若全则毫不在意 吃鱼的和捕鱼的不都是人吗 丁氏兄弟流放期间 崇尚儒学的丁若全 深深体会民间疾苦 开始反对当时盛行的 成诸礼学 精心研习实学 并撰写了牧民新书 京士仪表等著作 若全经常派学生来看望哥哥若全 并请若全指点写作 昌大发牢骚说 你看人家老师写的都是什么 你整天写这些鱼业瞎的有什么用 不料若全大怒 岛国倭寇 对登陆的西方大船又学又问 所以制造了枪炮数次践踏朝鲜 学习的目的是要练就一双看清世界的慧眼 不过昌大并不接受若全的思想 他暗地离开黑山岛 来见做两班大臣的父亲 跪求父亲将他写入族谱 不过父亲听说他只读完四书 无情地拒绝了他 昌大受到极大的心理打击 昌大回到黑山岛后 更加虚心地向若全请教学问 因为很多岛民都希望孩子能知书达理 于是若全开办了学堂 取名叫复兴斋 昌大除了学习儒家典籍 下海捕鱼 还多了一份工作 教小孩子读书识字 一段时间后 昌大和村里的姑娘小翠成亲了 若全和可居嫂孤男寡女 同住一个屋檐下好几年 也顺理成章地睡到了一张抗席上 黑山岛上的时光 也充满着许多快乐 不知咋搞的可居嫂和小翠肚子大了 其后是瓜熟地露 昌大气而不舍 如学典籍学的烂熟于胸 若全的海产品屠露书稿 已经堆满了整个房间 他给这部未成型的书 起名叫《滋山于谱》 昌大学问经书 得已有资格代表老师 前来康金 看望诗书若雍 若雍有意测试昌大 要他与大弟子对诗 结果无论是韵律规整 还是意境高远 昌大都远远胜出 此次出行让昌大声名远博 不过昌大是带着疑问回来的 他问老师 若雍先生写了很多 民政时事的书 还有经学礼法 老师您学问那么高深 为什么不写这方面的书呢 若全教导弟子 虽然我和舍弟都主张接纳吸血 但我们的思想有本质区别 若雍固守君臣等级 而我期望的是 没有士大夫和贱民之分 没有主人和奴仆 也不需要君王 我的想法如果写下来 会被灭了九族的 不要君王的思想 对昌大来说 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 当他回到家时 又看到因为他学问出名 而主动上门的父亲 若全计划搬去临近的右衣岛 专心完成滋山渔谱 而昌大为了家人和自己的前途 拒绝了与老师同行 因为担心老师的罪名 影响自己的仕途 甚至提出断绝师生关系 他坦诚地对老师说 比起滋山渔谱 我还是选择走牧民心疏的路 若全备受打击 愤怒地抓起阵纸 砸向了昌大 昌大带家人离开黑山岛 因为得到父亲的认可 获取资格参加了科举考试 昌大一举中了进士 父亲将他引荐给牧师总督 要他学习府中做事 日后好为他买一个官职 昌大愁愁满志 将丁若庸的牧民新书 奉为做官的行为准则 百姓以土地为田地 官崖以百姓为田地 不过很快昌大看到了 以百姓为田地的残酷 官府对百姓的横征暴敛 让贱民出身的昌大愤愤不平 当一家贫民被抢走牲口 男人用自攻表示抗议时 收税官依然大大出手 昌大忍无可忍冲上前去 死死扼住了收税官的喉咙 若泉在偏僻小岛孤苦中 独自编写即将完稿的滋山渔谱 写作中经常想念曾经的学生昌大 最终积劳成疾 描写海胆时 若泉引用了昌大讲的故事 说有雏鸟以海胆为家 最终长成后化为青鸟飞上天空 青鸟是影片第一次出现色彩 若泉死在了书桌前 显然青鸟代表了他向往自由的灵魂 昌大最终辞官回乡 他无言面对老师 在妻子小翠的劝说下 昌大鼓足勇气来到右衣岛 不想看到的却是老师的灵位 昌大在痛哭中 再行三跪九寇师徒大礼 李毕昌大拿起老师的书稿 看到序言中首先提到了 这部书得益于岛上求之若渴的年轻人张德顺 这部影片灵活运用了中国水墨画的气韵生动 使近年来一再被人使用的黑白画面极具风格化 但影片在突出表现画面的同时 并没有弱化叙事与言 而是在极为尊重史实的前提下 描绘了时代大背景下 一段令人动容的师生情谊 影片特别表现了朝鲜王朝对城珠礼学的刻板固首 同时表达了以丁若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被排挤 以至于朝鲜逐步走向衰弱的深深遗憾 韩国演技派三驾马车之一薛景球 再一次成功打造了儒雅郡士丁若泉 成就了韩国电影又一个经典荧幕形象 这期的老少说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关注并分享 老少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